50年前的战后台湾 物资缺乏 经济状况并不理想 技术工业尚未开发 但有一群人勇敢地在这片土地上 种下梦想的种子 即使经过无数个台风 地震 甚至干旱摧毁 依然屹立不遥 越发茂密 成为文明海内外 产品行销世界60多国 台湾最具规模的 生技制药设备供应商 对于这个机器 我们要做 一定要做好 所以我不断地改良 不断地改变 我们一向的一种精神就是3C 你要欠级 你要改变 然后要挑战 还有才有欠使 你假如没有去改变 没有去挑战 你就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这50年来 就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改变 大概在台湾制药界 跟亚洲我们大概是一个领导的地位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城镇信实 主动积极 团队合作 研发创新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核心价值呢 都能够满足我们最大的老板 就是我们的顾客 公司的经验理念就是追求作业 第二就是客户满意 第三赔人才 第四就是永续经营 这是我们公司50年来的理念 1967年的时候就成立 我想它秉持了它专列 事无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服务创新跟品质优先的这样一个概念 它现在所销售的这样一个设备产品 销售到国际上60多国 所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之光 追求卓越 不只是公司上下一心的信念 更需要有优良的产品 让顾客感受到信赖及价值 因此除了研发新技术 企业也将旧机种进行改良 不断地升级与进化 让机型更符合国际标准 不仅如此 公司还特别开辟研发创新部门 与日本技术合作 突破现有技术框架 发明许多新产品 我们在公司的精神是 对面来讲是秉持一个诚信实 请员工就要 做人做事都要诚信信实 对客户要 科医的满意 我们在意 对客户原则是 客户的满意 我们严惩在意 社会全球升级制药设备 最佳选择的公平商 我们非常注重在职教育 我们甚至有请顾问 管理的顾问 还有技术的顾问 还有生产的顾问 或者外派到外面去受训 这是我们的理念 培养人才才有办法勇续经营 往永续经营的方向前进 一转眼已经走过五十年 盛大的庆典在场区展开 许多海内外的宾客 也到场共襄盛举 在五十年的这一天 董事长还要带着他 最坚实可靠的伙伴们 一起种下对下一个五十年的期许 让众人可以在未来 继续与这几株幼苗共同成长 虽然是经历五十年风霜的传统产业 但随着科技发达 生技制药已经摇身一变 成为现今全球正夯的产业之一 未来的产能与发展无可限量 除了企业的核心本质不变 董事长强调 思考要国际化 跟上时代的脚步 这个社会是非常现实的 假如我们跟不上时代 你团体一样 个人也一样 跟不上时代 就是会被淘汰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很认真 来开发新的产品 把旧的产品 更让它自动化 董事长当年白手起家 努力奋斗五十年 成功带领企业在国际上闯出一片天 平常的休闲生活是写书与种菜 他说自己当年环境不好 求学阶段都要边读书边工作 是吃苦过来的 也因此锻炼出坚毅不拔的精神 而他想将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 告诉年轻人 做得熟练你才会变专业 跟着董事长走进菜园 难得看见他脸上露出放松的神情 这是他制造的另一个天地 生命的长短不在你活着多久 你对这个社会有多少奉献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生命在呼吸间 生命无常 所以我们分秒不空过 步步大实做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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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